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战争史纵深剖析 世界历史上的军事演变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沙漠风暴,海湾战争的闪电战术 二,血色黎明,诺曼底登陆的壮烈一役 三,铁蟹长城,柏林战役的最后决战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沙漠风暴,海湾战争的闪电战术 好的,大家请坐好 今天我们要穿越时空,回到1991年 看看那场被称为沙漠风暴的海湾战争 别担心,我不会让你们在沙漠里迷路的 首先,海湾战争的背景是伊拉克入侵科威特 萨达姆,侯赛英大概是觉得自己是中东的拿破仑 决定把邻居家的油田据为己有 结果,美国和联合国的其他成员国可不答应了 于是就有了这场战争 战争的代号《沙漠风暴》听起来就像是 某种超级英雄电影的名字,对吧 其实,这场战争的确有点像电影 尤其是它的闪电战术 美国和盟军用了大量的高科技武器和战术 简直像是给萨达姆上了一堂现代战争的速乘客 首先,空中打击是这场战争的重头戏 盟军的空军在战争初期就进行了大规模的轰炸 目标是伊拉克的防空系统 通讯设施和指挥中心 你可以想象一下 伊拉克的雷达屏幕上突然出现了一大堆小点点 然后这些点点迅速变成了爆炸 伊拉克的防空系统就像是被一群愤怒的小鸟给摧毁了 接下来是地面部队的行动 盟军的地面部队在空中打击的掩护下迅速推进 这里有个有趣的故事 为了迷惑伊拉克军队 盟军在沙漠中制造了大量的假目标 比如冲启坦克和假装的部队集结点 伊拉克军队一看 哇,这么多坦克赶紧调兵潜将 结果,等他们发现上当的时候 盟军的真部队已经绕到他们背后了 还有一个有趣的细节是 盟军的M1艾布拉姆斯坦克在沙漠中表现得非常出色 他们不仅火力强大 而且装甲后视 简直就是沙漠中的钢铁巨兽 伊拉克的T-72坦克在他们面前简直不堪一击 有人开玩笑说 M1坦克就像是沙漠中的终结者 一路碾压过去 最后,战争以伊拉克的失败告终 科威特得以解放 萨达姆,侯赛因虽然保住了政权 但他的军队和国家经济都受到了重创 可以说,这场战争不仅展示了 现代战争的高科技和高效率 也让世界看到了联合国都国部队的强大力量 总的来说,海湾战争的闪电战术 就像是一场高科技的战争演示 充满了戏剧性和惊险 希望大家通过这个故事 能对现代战争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 当然,我们也希望世界和平 不再有战争的阴影 谢谢大家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血色黎明、诺曼底登陆的壮烈一役 好的,大家请坐好 今天我们要穿越时空 回到1944年6月6日 那是一个注定载入实测的日子 诺曼底登陆日 代号滴滴 这场战役不仅是二战的转折点 更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 最复杂的两栖作战行动之一 让我们一起来探讨这场血色黎明的壮烈一役 首先,诺曼底登陆的准备工作可谓是天衣无缝 盟军为了迷惑德军 甚至搞了一个假登陆计划 代号身体卫士行动 Operation Bodyguard 他们用冲气坦克、假电报和假情报 成功让德军相信登陆地点会在加莱海峡 而不是诺曼底 想象一下 德军指挥官们在加莱海峡紧张兮兮地等待 结果盟军却在诺曼底悄悄地展开了行动 这简直就是一场魔术表演 登陆当天 盟军动用了超过5000艘船只和近16万名士兵 你能想象吗 这就像是把整个城市的人口都搬到了海滩上 然而 这并不是一场简单的海滩派对 德军在海滩上布满了地雷 铁丝网和碉堡 简直就是一个死亡陷阱 盟军士兵们在枪林弹雨中冲上沙滩 许多人甚至还没来得及上岸就已经牺牲了 其中 奥马哈海滩 Omaha Beach 是最为惨烈的战场之一 美军在这里遭遇了德军的顽强抵抗 伤亡惨重 你可以想象一下 士兵们在冰冷的海水中挣扎 背后是滔天的炮火 前方是密集的机枪扫射 简直就是一场地狱之旅 然而 正是这些无谓的士兵们用他们的血弱之躯为盟军的胜利铺平了道路 当然 诺曼底登陆也有一些意外的英雄 比如 一只名叫齐普斯·切普斯的军犬 他在战斗中勇敢地冲向敌人的碉堡 成功俘虏了几名德军士兵 还有一位名叫比尔·米利根·贝尔·梅兰的苏格兰风敌手 他在枪林弹雨中吹奏风敌 为士兵们鼓舞士气 你能想象吗 在那样的战场上 居然还有人吹风敌 这简直就是战场上的音乐会 诺曼底登陆的成功 为盟军打开了西欧战场的大门 最终导致了纳粹德国的崩溃 这场战役不仅展示了盟军的智慧和勇气 也让我们看到了人类在面对巨大挑战时 所能迸发出的无穷力量 所以 亲爱的同学们 诺曼底登陆不仅仅是一场军事行动 它更是一段充满勇气 智慧和牺牲的历史 让我们铭记那些为自由而战的英雄们 他们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行 谢谢大家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铁蟹长城 柏林战役的最后决战 当然 柏林战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最具决定性和戏剧性的战役之一 它不仅标志着纳粹德国的终结 也为冷战的开始埋下了伏笔 让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 这场战役的深层次意义和一些有趣的故事 首先 柏林战役发生在1945年4月16日至5月2日之间 是苏联红军对纳粹德国首都柏林 发动的最后一次大规模进攻 苏联元帅朱可夫和科涅夫指挥的两大方面军 几乎是以崔库拉朽之势向柏林推进 可以说 这场战役是苏联红军的高光时刻 也是希特勒政权的末日审判 有趣的是 柏林战役不仅仅是军事上的较量 更是政治上的博弈 斯大林和艾森豪威尔之间的默契 让美军在伊北河停下脚步 把攻占柏林的荣耀留给了苏联 斯大林显然希望通过这场胜利 来巩固苏联在战后欧洲的地位 而艾森豪威尔则不愿意在即将结束的战争中 再多牺牲美军士兵 其他的亲信们躲在柏林的地堡中 试图指挥一场注定失败的防御战 希特勒在4月30日自杀 而他的继任者邓尼茨则在北德的弗伦斯堡 试图继续抵抗 但这显然是徒劳的 说到有趣的故事 不能不提到苏联红军在攻占柏林后的一些战利品 据说 苏联士兵在柏林发现了大量的香槟和其他奢侈品 甚至还有一些奇特的收藏品 比如希特勒的私人艺术品收藏 更有趣的是 苏联士兵在柏林动物园发现了一只名叫熊猫的大熊猫 这只熊猫后来被送回苏联 成为莫斯科动物园的明星 柏林战役的胜利不仅仅是军事上的胜利 更是象征着法西斯主义的彻底失败和世界和平的曙光 然而 这场战役也为冷战的开始埋下了伏笔 苏联和西方盟国在战后对德国的分区占领 最终导致了柏林墙的建立和东西德的分裂 总的来说 柏林战役不仅是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 也是充满戏剧性和人性故事的舞台 无论是从军事 政治还是人文角度来看 这场战役都值得我们深入探讨和反思 希望我的分享能让大家对这段历史有更全面的了解 同时也能从中找到一些有趣的细节 总结起来 沙漠风暴 诺曼底登陆和柏林战役都是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战役 沙漠风暴展示了现代战争的高科技和高效率 诺曼底登陆展示了盟军的勇气和智慧 柏林战役则标志着纳粹德国的终结和冷战的开始 这些战役不仅是军事上的较量 更是涉及政治文化和人性的复杂故事 它们不仅展示了战争的残酷和牺牲 也让我们看到了人类在面对巨大挑战时 所能动发出的无穷力量 正如我在前面的分享中提到的 这些战役让我们对历史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也让我们反思战争的阴影 在这个充满战争和冲突的世界中 我们应该珍惜和平 努力寻求和平解决问题的方式 现在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你们对沙漠风暴 诺曼底登陆和柏林战役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们对现代战争有何看法 请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和问题 我期待与你们的互动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